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那我們今天呢 來彰化幹嘛呢 大家還記得我上一次的 礦肉飯巡禮嗎 因為下面呢就很多 彰化的觀眾留言推進我 非常多間的礦肉飯 所以呢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 礦肉飯巡禮 Part 2 不知道會不會有Part 3 反正大家如果有推薦的話 我今天這一集沒有拍到 大家也可以再留言推薦給我 啊 我好興奮喔 我剛剛在車站遇到了一個觀眾 他真的很好笑 他就說他剛剛一直在想說 到底是不是我 可是因為他在大廣開唱有看過我 他說大廣開唱那一次看更細長 我想說 我今天感覺不細長嗎 莫非是拍一拍最近我比較胖嗎 沒有 我還是很認真運動耶 鼻孫 那影片還不看起來 好… 所以我還是沒有拍過囉 沒有拍過囉 沒有拍過囉 好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在這一間呢它叫魚市 跟我上次拍的那間魚市場是完全不同間 因為上了很多觀眾在上面留言魚市的時候 我想說奇怪 我已經拍過魚市場了 結果烤的飯店是不同間 那這兩間呢 它的營業時間是完全錯開的 然後我點了它的礦肉飯 你看這個 哇 這個肥的程度這個是 太大了吧 我這個不行耶 這個 這種上次有經驗之後 大家跟我說 這個叉子要先拔開 所以我就決定先拔開了 哇 這真的是不得了耶 我就說叉子不能拔開 叉子拔開很危險啊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肥肉 這個害怕肥肉的人先不要看這一段 你們可能會被它嚇到 再咬一口 嗯 它的飯呢 有一點偏軟 它的肥肉的那個調味啊 它是稍微偏重一點 像是比較鹹的那一種 口感吃起來是帶有一點點Q的 因為豬皮這麼厚 其實會稍微有點噁心 可是它不會有那種噁心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刺起來滿香的 我覺得好吃耶 完全是不一樣的調味 這就是比較鹹的 不是甘甜的那種 筍子湯有點鹹 乳蛋 這個也是大家說要點的標配之一 我在想說是不是咬一口之後 把蛋黃拌進去 它顏色這麼深 但它吃起來其實沒有很鹹耶 這乳蛋可以點 我剛剛其實有點擔心它很硬 就它裡面吃起來這裡還是Q的 外面其實已經滷到有點 就是我以為有點硬硬的 但是又不會太硬 就是軟硬剛剛好 所以還滿神奇的耶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彈簧屋說實 反應怎麼樣 是不是覺得有點… 我會不會太吃 嗯…幸福 給你們看我們的最後一口 這個大小就合理了吧 好吃 它雖然口味偏鹹 但我覺得它鹹的對我來說剛剛好 咬起來非常的香 我超愛愛它的肥肉 老實說我是喜歡吃很軟爛的那一種 可是它帶有一點點口感 根本又不會很Q 你就會覺得 怎麼會這麼剛好 擋在我喜好上的一碗飯咧 走開 下一間 趕在末班車成功吃到魚市的 魚市很好吃耶 真心的跟大家說 礦肉飯真的是要多吃幾間 因為每一間的調味都有些微的不一樣 你才能找到你自己喜歡的 我昨天就是有拍攝在台中 所以就想說 這一次就順便來補一下我的礦肉飯巡禮 很多人推薦說我沒有吃到的幾間 那我剛剛吃完魚市真的是太喜歡了 肥肉信徒你們懂嗎 不對 肥肉信徒 每個人喜歡的肥肉可能不太一樣 它這個是軟Q 但是它的Q很軟 它不是那種非常有Q勁 就是它的軟Q就是非常的剛好 它就是Q的很剛好 你一咬就有一點Q度然後就斷掉了 就哇 好 我們繼續前往下一間 我現在好興奮 我現在吃完心情之好耶 肥肉果然是一個人完美的開始 講什麼 終於你各位我終於吃到傳說中 彰化最難排的夜市礦肉飯 那由於呢就是要排一陣子 而且它只有開兩個小時就會關 所以我就是能點的都點了 我桌上點的這些 就是他們的礦肉飯 嚼筋雞腿跟肉絲料湯 據說它這個很軟 我們來試試看 好短 你看 筷子一夾它就斷掉了耶 好香喔 它這個肥肉啊 你稍微舌頭一壓 它就整個軟掉化掉耶 而且它的油膩感不會太重 然後我覺得它飯粒啊 煮得很剛好 有粒粒分明的感覺 可是它淋上乳汁之後又有點軟軟的 吃上去的時候你的嘴唇黏起來的感覺特別明顯 整體吃起來的口味上不會太重 偏甜一點點的那種味道 你看 這一口有沒有很漂亮 吃完了 我們接下來第二碗 絞筋的 然後你看絞筋在這兒 我好愛絞筋喔 你看這個 它太軟了 它直接就下來了 它跟我之前吃的那個絞筋不一樣 它也是滷到整個很軟 你咬下去很像那種豆腐的 口感的那一種 你看它的側面 這怎麼滷的啊 各位 是不是看得很想吃啊 最後一口 你看上面兩大塊的皮 雖然說肥肉都會有那個滑順感 但是呢 我會覺得說再加一點半熟蛋那個滑順感更好 可是這個是你不需要點半熟蛋 你也覺得吃起來非常的滑順 那我們來吃看這個雞腿 這個爐雞腿我剛剛一直聽到有人點 所以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它這裡的露素都一樣 就是非常的軟好養 以雞腿來說我會希望它更整塊一點 所以它還是有一點絲感 但是呢它是軟的 我覺得這也滿神奇的 我覺得雞腿OK 但我自己下次來可能會想要點嚼筋或是放肉飯這樣 你有看過有人雞腿身口吃完嗎 再來是這個 肉絲料湯 肉絲料湯 這個據說就是很多那個 喔它料怎麼那麼多啊 你看它的料 這碗據說就是在地的阿公阿嬤或是什麼之類 都會特別來打包的那個肉絲料湯 我想說點來喝喝看 它這個肉絲 來吃吧 嗯 它有點像青羹湯 然後帶有一點點醋的酸味 這還滿神奇的耶 沒有不好 就是它有一點滿豐富的味道 然後最後就會有一個醋來一個瘦味這樣 吃完了 我覺得夜市礦物飯我覺得滿值得來吃吃看的耶 因為我其實出了惡靈之後 我就很少吃到真的是軟到你一米就化掉的那種肥肉 而且它是各種都一米就化掉的 腳筋也是一米就化掉 雞腿也是一咬 你幾乎沒有什麼用什麼力它就化掉 但是雞腿我個人其實比較還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它味道是滷的沒有那麼重口 算比較淡一點點的 但是就是偏乾口的那種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真的可以來試試看 好 終於吃到啦 解鎖… 現在呢回到飯店 剛去吃夜市礦肉飯的時候呢 旁邊有賣彰化涼圓 我就想說欸 彰化涼圓 我就買了兩顆回來試試看 酸不好玩嗎 但它看起來有點QQ的樣子我覺得很神奇 但因為我本人就是從來沒有吃過彰化的良緣 所以老實說我現在有點興奮 然後還有附這個醬汁 它這個醬汁我覺得有點神奇 因為我本來以為會很多蒜泥 但它還好耶 你是看得到它內餡有什麼 就是皮 肉 香菇 就是非常直白 我們來吃吃看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吃起來意外的可以接受耶 它的皮吃起來涼涼的 然後吃起來的口感其實有點像果凍 有點神奇的是 我覺得它應該沒有放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吃皮 吃起來有點像冬瓜的那個味道 就有點甜甜的 然後它內餡的那個肉啊 絞肉的肉味其實算滿重 再配上那個香菇 其實就是你想像的出來的味道 醬汁的話是帶有一點點蒜味的那種醬汁 可是我其實會希望它蒜味再重一點 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一個正常的味道 就是有吃過就好 然後意外的覺得OK 但是沒有到經驗這樣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吃熱的肉圓 但我本來以為我會很不喜歡 結果我覺得好像還算還可以接受 這個還滿適合夏天吃的 雖然我夏天還是喜歡吃熱的耶 OK 吃完 晚上了 我們的焢肉飯巡禮呢 剛剛吃完夜市之後 緊接著就要來到彰化的宵夜場 到底都是金耶 上一次吃完阿正之後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的 東興旅遊焢肉飯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來去吃吃看那間 究竟味道是怎麼樣 而且我跟你說地上有檳榔渣 我剛剛以為是蟑螂 剛剛走來這邊開場的時候我還在這 幹什麼 怎麼辦 我們就去吃吃看吧 上次我們的礦肉飯巡禮的時候 去派阿正就有很多人說 怎麼可以沒有來吃東興旅遊礦肉飯 所以我就來了 它很有趣的是 它其實沒有真正的一個店名 它是因為它旁邊有一個東興旅遊的Kanban 大家叫它名字都叫東興旅遊礦肉飯 而且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大奶礦肉飯 它的由來大家可以自己再去查 但不確定怎麼正確我就不多講了 而且它旁邊那邊其實有一個三話名 1123其實是叫它站前礦肉飯耶 然後我點的是它的礦肉飯跟半熟蛋 重點是你有發現它的蛋黃超肥的耶 超大一顆 我們先直接吃這個好了 我覺得它的礦肉飯啊 剛剛上桌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它顏色比較淡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 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味道比較清淡一點點 然後它的豬味是稍微比較重一點的 而且它是我今天這三間瘦肉的地方吃起來是最軟嫩的一間耶 然後它的那個飯力比較粒粒分明 我還滿喜歡它那個豬肉味道比較重一點的 而且它本身調味是比較清淡一點的 所以吃起來的豬感跟那個皮感會稍微明顯一點 他說要加胡椒 你來吃吃看 加一點胡椒 好像有一點嗎 還是太多 你看這個 好肥喔 你知道我這一碗肥一點的它認真肥 因為剛剛老闆一上桌的時候 它斬開肉都在抖 我覺得它跟金大油一點點像 就是它本身的調味其實沒有到非常的重 因為它油脂感比較重 所以你加胡椒的那個提香味會讓它整個往上再高很多 金大是滷肉飯 它不是狂肉飯 但調味有一點點像 好 加一下這個 哇 搓囉 這樣會不會太邪惡 有沒有 大家有看到嗎 這一口是… 但它真的一定要點蛋 而且我覺得那個蛋出貨配在一起 再加那個胡椒 哇 這個湯 那個菜頭味超重 它除了菜頭的味道 它其實豬皮的味道也還滿重的 所以就兩個會有點Mix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這對我來說有點像關東煮的 湯頭撈起來的那個味道 再重一點點的 吃完了 我還滿喜歡這一間的 因為它口味上比較清淡沒有那麼的重 所以它其實加一點胡椒 然後跟加蛋下去 整個味道就是越吃越刷水 然後它的肥肉 我覺得跟夜市有點像也是一抿 它就化掉的那一種 但它的油脂感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就很適合加胡椒粉 然後我強烈推薦 大家來可以點它的高麗菜 因為它的高麗菜有點像滷白菜 可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的鹹跟那麼的油 所以我覺得宵夜時間這樣整個搭配其實很棒 而且它的蛋是鴨蛋 那油脂比較多配飯粒真的是 OK 嘿 各位我回來了 我們這一次呢夜市 不是夜市啊一直講夜市 我們這一次呢 礦肉飯巡禮Part 2結束了 這一次總共吃了三間 大家一定會想說怎麼只有三間 沒有錯就是對 這一次就是剛好遇到一些 其他店家休假或什麼之類 所以這次只有吃到三間 我們總共吃了 魚市夜市跟東興旅遊礦肉飯 我強烈的推薦大家 真的都去吃吃看 因為三間是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三間其實都算滿強的 魚市屬於口味上比較偏鹹一點點 然後肥肉軟Q的很剛剛好 它的肉真的很大一塊 飯粒也還不錯 偏軟一點點 再來的話就是夜市 夜市礦中飯我只能說 它真的是一抿就掉那個肥肉 而且它的絞筋跟它的礦肉都超級軟 真心的不知道它怎麼滷的 口味上比較偏乾口 然後它的飯也是比較粒粒分明的那一種 可以理解為什麼它要排這麼久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抿就散了 我覺得很多肥肉信徒應該很喜歡那種口感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排排看 再來的話就是 東興旅遊礦肉飯 又叫大奶礦肉飯 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推崇它 因為你要想它的礦肉就是 它比較清淡一點 但是它的蛋是帶有香味的 它加一點點胡椒再加上 我跟你講半熟蛋真的是 礦肉飯的喝冰油 而且它又是用鴨蛋 那個油脂成分比較高 它整體的那個 哇 我現在講到那個鴨蛋你知道 就是那個肥肉 它的味道不會到太重 配上那個油脂很香的鴨蛋 整個包裹在一起跟飯合在一起 再加一點胡椒 那真的很香 好難排除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喔 但我好像也是 真的比較喜歡東興旅遊耶 夜市我也喜歡 但認真來說這三家 我這三家 因為我跟你講 我喜歡魚式的那個肥肉的那個口感 然後夜市的口感也不錯 但我很喜歡它的肉燥 然後東興旅遊 我就是真的很愛它的鴨蛋 灑一點胡椒 再加上那個肥肉 比較淡一點點油脂香 比較重一點點 整個配起來就很棒 就是你知道這三家 各有它強項的地方 所以我還是推薦大家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吃吃看這樣子 我們的礦肉飯巡禮 到底會不會到Part3呢 因為其實我也還沒吃到阿某 林小胖跟阿本 就是我今天本來要去吃的店家 還滿多 但就沒有吃到這樣 好啦 那今天呢 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我們礦肉飯巡禮Part2 Bye Bye 然後我跟大家說 我這一次終於吃到髒話的良緣了 因為我之前看別人開箱的時候 我就說我怎麼會沒有吃過髒話的良緣 實際就是吃覺得味道真的很神奇耶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好啦 就是這樣 Bye Bye